剛剛是輸入這個直接按下去輸入公式啦 可以清楚 如果有個月考 這個月考當然我還沒寫 我希望怎麼樣 按下去輸出的不是像這邊是丟公式 而是丟一個 在VBA計算完之後的結果 再幫我丟到儲存格裡面 所以後面會有一個計算的過程計算的公式 丟到前面就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所以呢程式的撰寫 基本上當然我們可以把 有些東西如果重複的話你可以不用重寫了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範圍 Ctrl鍵按住再複製 Ctrl鍵按這個就是CtrlC CtrlV 那就是複製貼上 多一個什麼呢 Sub 叫月考好了 那這個月考的範圍一不一樣 也是一樣 丟的位置一不一樣也是一樣 只是後面丟的東西不是公式 而是什麼呢 而是我們的計算完的結果 那計算完的結果 我需要計算什麼呢 其實後面這個方法當然 你要不就是有 找一下 VBA裡面有沒有類似的 那個 SumPoda的函數 如果沒有的話 那可能就要用什麼 用類似於剛剛 這一個 公式 不是這個 這個 月考 的公式有沒有 就是呢 去抓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跟這個相乘 加上這個 乘這個 加上這個乘這個 那如果在VBA裡面呢 如果要做出這樣的 結果的話 你可能要先 直接去抓 那抓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呢 如果我的習慣 如果他固定不變動的話 比如說像剛剛有鎖 我用Range 用Range的話呢 指的是 固定的某一個儲存格 打錯了 Range 哪個Range呢 告訴他說 這個儲存格 D11 所以你雙引號 D11 雙引號 去幫我抓D11裡面的資料 乘上什麼呢 乘上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等一下會變動 因為他會從 13 14 15 會變動的話呢 我用Sales 配合什麼呢 配合一個I列 哪一欄呢 就是D欄 OK 所以呢 後面的話是會變動 前面的話呢 前面都是不變的 加上什麼呢 再來就是E啦 所以你其實 偷懶一下 可以把這個 Ctrl鍵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E E11 E欄 然後呢 後面呢 再加上什麼呢 再加上 F 所以Ctrl鍵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F 這邊把它改成F 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邏輯啦 其實就是把什麼 剛剛的公式寫在VBA 他計算完之後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一個做完丟一個 一個做完丟一個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基本上呢 不過這個公式 太長了 如果說你要把它 變短 因為你會發現右邊這邊 不見了 那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在信號的 後面這個 空白的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個底線 但你不能直接按Enter 你如果直接按Enter 它會把它當成上面一行 跟下面一行 是不同一行 如果你希望把上面一行 跟下面一行 當同一行的話 記得 我習慣在一些符號的 後面那個 空白 後面這個空白加一個什麼呢 Underline 底線 你在按Enter 它就會幫你把 上面這一行 跟下面這一行 當成是同一行 幫你接在一起 這個規則可能要稍微 稍微記一下 因為未來 如果你的程式 特別冗長的話 主要在這個under 不過underline前面 一定要有空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按F 這邊按F8好了 執行一下 這個是主行執行 那當然現在這個時候呢 I等於13 這個後面這個是什麼 27嘛 因為它告訴你說 幫你抓到那個Raw 最下面一列27 然後幫你把這個計算的 結果怎麼樣 這個後面的是一個公式 他的 計算的過程是 後面計算完丟給前面 那所以 這個等號 其實特別重要 在這裡的意思是 賦予的意思 是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前面去 所以計算完 丟到什麼 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是哪個儲存格呢 是 I 13 I列 這I欄的第13列 所以是這個儲存格 把結果丟過來 第一個就過來了 那下一個的話 NAS NAS NAS當然相對啦 I會加1啦 所以就換下一個 一時類推移 全部把它執行過 那你會發現的 執行完的結果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呢 他就會是 我們要的 有沒有 實際上就不是一個公式 而是一個結果 請各位先試著把這邊 清除 這也是個OK啦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把結果輸出到這邊 那當然喔 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如果我今天需要 插入一個 函數 有沒有一個什麼 使用者定義 不過目前是沒有 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是 不是希望按按鈕 而是希望 制定一個函數的話 前面也講過 就是呢 你可以利用什麼呢 插入一個方向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插入這個 這個地方你可以插入一個 呃程序 選方向 那也許是月卡 數 有沒有 然後呢 月卡數 我這邊的話呢 假設我今天 那他的 執行的方法就不太一樣喔 那請各位先稍微想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做 那大概我把那個 最後 執行的結果 Demo一下 那其實這邊也有 制定函數 他有兩個 一個是 三個範圍 執行三次 這個可以把他刪掉 好 所以呢如果我把這個方圈加進來 寫好的話 一 使用者定義會出現 剛剛沒有使用者定義 因為你沒有方圈 第二的話呢 你可以用什麼 月卡函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就是一次一次給他 按確定 結果一樣可以把它做出來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什麼麻煩呢 一個一個選 要選三次啊 可不可以直接 給我個範圍就好了嘛 有沒有 按確定 下下填滿 也是一樣OK 那這個制定函數呢 要怎麼建立啦 其實前面也講過 只是我不曉得各位 對這 熟不熟 當然我講過了 除了要會用之外 你 還是要很熟練 那這樣的話 當然相對的 如果你 你每個工作裡面呢 當然內建函數沒有 不過呢 會有一個 制定函數的話 它的優點就是 它就可以很快的解決你 手邊的問題 OK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剛剛主要是 寫一個那個月考的一個 Sub 按下去 自動把 計算完的結果 丟到那個 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那如果 細節 的程式角有問題的話 雲端上都有啦 如果動作比較 慢一點同學 你可以先試著 複式貼上去 當然也OK 只是說你貼完之後 還是要自己動手 再打一遍 沒有